看视频学魔术 我们来先看视频 有点梦想好像很远 但只要你有信心 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有些梦想好像很近 但一不小心 它就会躲在了背后 你一辈子都看不到 又好像有些梦想 放在你的心里很久 以为没有人发觉 但是到底还是被我发现 这个是你这次的梦想 到底在茫茫的人海里面 能不能够实现呢 我帮你算出来 可以梦想成真 你尽管喜欢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 讲解一下这个魔术的原理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 四张相同的牌 那我魔术里面呢 准备了四张A 其实准备四张K 四张Q都是可以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准备 是怎么准备呢 把四张A呢 拿在手上 摆好这个造型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注意自己看 我们背后 在这个手指将 这一张牌往前推出来 把它轻轻地往前推 往前推的时候 我们再把整个牌 拿在手里 这时候我们手里呢 从原先的四张牌 变成了五张牌 那四张牌里面呢 其中一张牌是 这一张杂牌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整个五张牌 拿起来的时候 再放上来整理的时候 其实在原先的四张A上面呢 多了一张杂牌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四张A上面 就多了一张刺梅花作为杂牌 这时候呢 将牌发在桌面上 这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 在观众的视角是四张A 发在桌面上 但实际上这个魔术 桌面上只有三张A 加上一张杂牌 我们把托克牌打开来 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来呢 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配合视频当中的一个台词 我们可以把它假设成 每一个梦想 当我们每一次把这张A 放在最底下的时候呢 跑到最顶上 其实我们在表演这个魔术之前 顶上就有一张A 那这时候呢 观众的视角是看不到这张牌的 把它放进去 反过来第一张 这时候我们再放上顶上 是不是刚刚的牌 是不是被替换到了 这个原理呢 非常非常的巧妙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张呢 比如把整个牌反过来了 视频里面是放在这个地方 反过来 这时候呢 这张你们会觉得是A 但其实是替换到了 整叠扑克牌里面的这张A红星 这时候我们再把整个牌拿起来 好 轻得打个响者会发现呢 所有的牌 只有这一张牌是反过来的 魔术原理就是这样 学会之后呢 希望大家多多练习之后 把魔术的神奇和快乐 分享给周边的朋友 这期魔术教学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 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